1976年創業的粵菜老字號 生技飯店一直都是做傳統古法粵菜 連續十一年得到米芝蓮子男推薦 看來很飽滿 這樣才好吃 我們的麵包真的很脆 不會吃口有些油在裡面的感覺 特色是很多芝麻 很大的蝦肉、蝦膠 其實這是糖醋 酸甜汁 這就是傳統的配搭 這隻就是我們的鹽焗雞 這個真的焗,你看到它是金黃色 我們沒有上皮水 脆脆的,不敢說像炸雞一樣脆 吃下去是鹹香的 我們都是指定用三黃雞 因為三黃雞的油份夠一點 焗出來的雞不會那麼乾、那麼柴 就比較好吃 我們用頭雞 頭雞的意思就是在深圳湯了 就馬上來到香港 飯店現在由第二代大哥Diccan 和弟弟Jeff全成家業 第二代傳人Diccan在加拿大留學 97年回香港做IT行業 本來前途一片光明 不過很可惜媽媽和爸爸相繼離世 於是他就肩負起首業的重任 這個招牌就是第一間店 就已經沿用至今了 我們搬了兩三次舖 都是拿回這個招牌回來 就掛在這裡 所以這裡有三十多四十年了 經歷這麼多年來講 我們都希望繼續堅持盛存 保留我爸爸媽媽建立生氣的精神 和味道 希望能夠將美食更加帶給多些人 去認識和一些懷舊菜做法 我也好記得我媽媽經常都說 做每一行都要用心去投入 即是要親力親為 所以開頭回來的時候 我自己都會專程去學中柱 自己外面找人教我 有上課 也學做麵包、西餅或中式餅 希望對這一行多些認識到人了解 因為盡快希望你可以擔心成家業 今天我們用最傳統的大定涼瓜 今天就用一條沙巴 我們攤開了就煎 煎了才是燜的 而且一定要這樣攤開 讓它受火均勻一點 而且魚肉能入味 煎它的水分不會流失那麼多 而且不會那麼乾 有些新的就是 整個水分放在那裡炸 炸乾後讓它再吸收汁 就變成魚不是吃不到魚的味道 就是吃到外來吸收汁 而且魚是會糟糕的 我們會放在那裡炸 還有就是煎魚 煎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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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過士汁會加果皮 就會有果皮的香味 跟豆豉、涼瓜、魚 全部都可以結合到味道 味道的 效果會比較香 要浸泡水等它吃醬了 接著再渣乾 等它再吃水 渣乾 浸泡兩天 第三天就開始連鯪魚、蝦米一起煲 如果貪方便選擇工序 它就會有勢味 那勢味永遠在裡面出不來 這麼多年這段時間 覺得開心的事情 其中就是見到很多舊客 可能離了門 或者是搬了 轉了工 都回來這邊吃飯 或者有些人帶子女 或者孫子回來 就說 我很懷念你這邊的食物 來到這裡的食物 都是跟我吃東西一樣 聽到我真的很開心 還有很多我看見她 陪著小女兒 然後帶著小女兒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麼快就這麼大了 有些帶著女朋友 或者其他人 你會覺得 很有一種開心 還有那種 給你一種強心針 覺得做的事情 有我那種匯報 就是這些 支持的力量 支持的力量 另一種 就是經歷這麼多年 面對不同的困難 的日子之中 亦都開心的是 能夠和團隊 同事大家一起去面對 去解決 以及直至今天 在一個困難的期間 亦都能夠和團隊同事 大家一起去拼搏 去過了所有的難關 因為由1999年到現在 其實經歷了好幾個難關 亦都很幸運地 亦都能夠去衝破這些難關 然後都繼續一起去做 第一 就是在97年回來的時候 正式金融風暴 接著就是我爸爸 身體不好 就要搬退 直至他離開後 亦都有一個轉變 真的要回來 擔起整個事業 不想媽媽那麼辛苦 接著2000科網 2003沙士 08金融海嘯 最近的疫情 在過程之中是艱辛的 但那個經歷 在過程中 亦都是一個摩連 過了之後 亦都會覺得 大家的同事之間 會更加團結 亦更加有默契 亦會覺得是更加強的 我做了16年後 最主要是老闆 對於研究好 覺得有商要糧 誰做不成功 他都插手幫忙做 他不會罵你 還要提醒你 提點你 所以每份工作都做得很順 所以不會勞氣 我們做得很開心 就像兄弟班一樣 有什麼好東西 搞定了之後 齊齊就可以吃東西 喝茶 時節 有些什麼 各個 善風大禮詩 捱一下 要抄獎 所以各個員工都不想走 我們三年前開了一間分店 那裡還有一個概念 希望做一個傳統的粵菜 以及主張一個原味道 事緣有很多熟客朋友 在這裡吃晚飯 吃得習慣了 他們說 熊師傅 不如下次你幫我寫菜吧 帶回一些驚喜 寫一寫習慣了 變成一個很有互動的寫菜方式 變成 不如改個名字 改個象心瓦宴 怎樣象心 就是我們希望我的細心 可以做到一個好的晚飯 晚餐 給一些熟客享受 心形的盒子 就是我們用炸粉 開水 對比例去炸 其實我們想告訴大家 我會用心做一道菜 這個聖子 我把它配上少許微辣 麻辣食材是用少許沙薑 主要是一些青的尖椒 剁了它之後 調味後加一些花椒油 調起口 現在試試鮮杞子就很漂亮 用了 浸一些紫薑水一起浸 蠻開口的 配合在一起 一個辣的 一個比較開胃的食材 這個玻璃蝦球 我們一定要用一些 越南的大虎蝦 特地配合一些黑醋 蝦球我們用來計三刀 就是背部計三刀 主要是那個汁 這個汁我把現在的剁椒 就是剁椒 拿回來的剁椒 我就把它兌回乾蔥蓉 等等 去冰攏之後 隔掉 之後就兌回雞湯 可以把汁開出來 把酸辣度調低 起口一點 開胃一點 我用碼頭去做金鯛 我會玩一些比較金半以上的魚 肉質會比較實淨 魚味濃 在疫情之間 其實都會辛苦一些 不過我們都堅持 希望努力能夠做得到我們的理想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訂閱訂閱 點擊 訂閱 按擊 點擊 感谢观看